什么?你第一次当父母? 你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第一次学会教育孩子 让我来教大家育儿小妙招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孩子情绪多变主要的原因是 在大人的眼中 孩子发脾气就是错 如果大人一直抱着这样子的教育观念 去教导孩子的话 孩子的脾气只会越来越不好 所有的情绪都应该被重视和允许 给予孩子正面的情绪价值观和抒发方式 就能大大地减少孩子情绪多变的问题了 家长提问 我该如何教育孩子情绪管理? 那我就要开始发招咯 大家准备接招咯 妙招一 给予孩子充满爱的环境 第一 给孩子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 在孩子面前我们不争吵 不提供负面的情绪 我们应当教孩子正面的情绪管理 和反馈的技巧 如何把自己心里想表达的反馈出来 让大家知道 相信我 这一招就能大大地减少孩子情绪多变的问题 妙招啊 看见或聆听孩子的诉求和观点 第二 聆听看见孩子的诉求和观点 我们都知道沟通是互相的 我们想要孩子了解我们的表达 但往往我们会把耳朵闭起来 不聆听孩子所表达的 但我举个例子来说 当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想让他写作业 我们就会跟孩子说 把游戏关了 赶快去写作业 孩子就会回答给多五分钟 这个游戏就快闯关了 但父母就在说 把游戏关了 去写作业 这时候孩子肯定就发脾气啦 父母的情绪也肯定会不好 我们应该给孩子足够的信任 多五分钟 好 那你多五分钟后就必须把它关掉 去完成你的作业 因为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约定 孩子没有关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教育 给孩子知道 互相尊重和互相的 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自然而然就有双向的成长啦 第三 和孩子有共同的互动时光 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父母 都是双新家庭为主比较多 陪伴的次数多少都没有关系 只要在陪伴的那个时光 我们把手机放下 把工作放下 专注的陪伴他进行活动 玩游戏 完成作业都可以 不需要父母用长时间的时间来陪伴 一个星期有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专注的双新的宁在的陪伴他们 那么他们就能在这一块得到了满足 那情绪管理上面也会大大的提升啦 家长提问 完成这一些就能改变 孩子的情绪多变吗 所以说大家都学会了吗 教育孩子不只想要孩子改变 父母也要做出改变 那么教育才是有意义 因为双互奔向的成长 才是最大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和自己的改变骄傲吧 那这一期的育儿小妙招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MUZART MUZART 记得加个关注哦